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可以看得到 你也看得到 這是烏克蘭 然後這個是蘇俄 那邊白俄羅斯 然後這邊以前叫 這邊是波蘭 這邊捷克 這邊羅馬尼亞 這些歐洲的 東歐的這些國家 東歐的這些國家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說 我們現在真的來看一下說 它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它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事故發生的 OK 我想事故發生的原因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我們先講這一個 這個事故人員的傷害 與輻射環境的 環境的影響 我們說了 因為它大量的爆炸 送出去的非常多的東西 造成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外事 事故之後 大概有237位職業工作者 因為輻射暴露引發之 銀傳上的併發症而住院 經診斷有134個 是主於急性輻射之確定效應 這等一下我給各位看一個圖 134位病患之中有28個人 在最初三個月內 死亡於輻射傷害 就是因為接受的劑量太高 另外有三個 死亡與輻射非相關的疾病 11位的病患 接受大於10個葛雷的劑量 這非常高的一個劑量 而引發消化道之傷害 1987年到2004年之間 這一群134個人之中 有這個有19位死亡 有19位死亡 但是他的死亡的原因 跟輻射傷害的確定效應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在1986年到1987年 參與清除工作的 20萬人的平均劑量 是100個毫希佛 其中有10%超過250毫希佛 幾個百分比的人超過500毫希佛 然後從這禁制區撤離的 116000的民眾之中 有10%的人接受 超過50毫希佛的劑量 50毫希佛是多少呢 就是台灣地區背景輻射的25倍 就是說你25年累積下來 就是到50毫希佛 低於5%的人接受超過100毫希佛的劑量 這些東西我到後面 會再跟各位講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受輻射影響地區的小孩 甲狀腺癌明顯地增加 我後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些數字給各位看 是車諾比爾災變中 唯一可以清楚確定的 輻射健康效應 大概到1995年年底 共發現800例 15歲以下的兒童甲狀腺的病例 那事故發生時已出生 及事故後6個月出生的小孩 其甲狀腺癌上升非常的明顯 但事故後6個月才出生的小孩 其甲狀腺癌罹率 與未受暴露的民眾相同 那這種癌症的治癒率是多少呢 98% 基本上這個癌症 發現之後治癒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由於這個劑量預估的不準確 車諾比爾災變所造成之 甲狀腺癌的病例 是否會持續增加 至少在那時候是不確定的 那現在看是沒有 那血癌是與輻射暴露 主要相關的疾病 那由日本原子彈爆炸 幸存者和其他研究顯示 輻射引致血癌死亡的機率不大 那據估計 居住在污染區與禁治區內的 710萬居民當中 會有470個因輻射而引發血癌的效應 但710萬的人孔中 因其他的原因 引發血癌的病例會是25000個 意思講說 這麼多人 710萬個居民在這個地方 他本來就有可能 罹患血癌 那人數會是25000個 710萬裡面會有25000個 那因為這些人多收了一些劑量 大概會增加470個病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量呢 基本上不是很大的 故從統計學上來說 無法確切估計輻射的影響 那據估計 居住在污染區的710萬居民之中 會受到特諾比爾災變中 所釋出放射線物質的影響 在事故發生的85年內 多出6600個致死癌症 但710萬居民之中呢 會因為癌症死亡的病例呢 是87萬個 那我現在這邊講的東西呢 我給各位看一個 整個問題出在這 這個我還沒講 這是輻射的部分 所以有些不太清楚 那邊是上面 額外的癌症病例 額外的癌症病例 那橫座標呢 是輻射的劑量 我們如果把這個輻射的劑量 我們把它的嚴重程度 劃在重座標 橫座標化輻射的劑量 你要劑量高到一定的程度 你才會身體才會有立刻的反應 你高到五六個西佛的時候 你會掛掉 OK 因為每個人 大家情況不太一樣 但是一般來講 超過六個西佛的時候 你會掛掉 比六個西佛還低的時候 你身體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疾病 這我們後面再講 你所要交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當我劑量越來越低的時候 當我劑量越來越低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劑量越來越低 低到某一個範圍的時候 我發現說 我劑量越多的時候呢 我的額外癌症的病例就越多 可是當我劑量再低到一點 低到這一點之後呢 我看不到任何臨床的數據 我看不到任何臨床的數據 就是說我有一群人 這一群人有接受一些劑量 這一群人沒有 然後我比較這兩個人 得癌症的機會呢 我看不出有任何的差異 我看不出有任何的差異 所以從這點之下 看不出輻射對於造成癌症的 這個影響是多少 看不出來 因為輻射致癌的一些機制呢 跟其他物質致癌的機制呢 是一樣的 所以你分不出來 你很難分出來說哪一個癌症 是輻射造成的哪一個不是 我們只能說哪一種癌症 出來之後 就剛剛講那個血癌 可能是最明顯的 是有跟輻射有關 所以在這一點之下 OK 在這一點之下 你分不出來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仍舊生活在一個 背景輻射的環境之中 我們四周都有輻射 所以我們可以說 沒有接受輻射劑量就沒有影響 那我們知道說 在這一點之上 你劑量越高 你的癌症病例越高 你得癌症的機會會越高 那請問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 你會用哪一條線 3 為什麼呢 我看不到不是沒有 OK 我看不到只是你不懂而已 它對我造成了很多的影響 所以那些得癌症的人都是輻射造成的 所以你不能跟我講沒有 所以當你要使用輻射的時候呢 你必須用3那條線呢 來估算輻射對人體的影響 OK 那如果你是比較樂觀的人 你說反正我一天到晚都在接受輻射 沒事還去洗個溫泉 多接受一點 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沒有影響 所以你會相信是2 OK 所以做一個法規管制的人 你能用3能用2嗎 不行 那你只能用什麼 1 1叫什麼 線性假設 就是說把這一點的影響 用線性拉到0 OK 所以我剛剛講的一些東西估算 全部都是這裡 因為那群人接受的劑量 全部在這個範圍 全部在這個範圍之內 好 所以當你去看 車諾比爾這個輻射傷害 公共健康的效應 你去網路上找 OK 各種各樣的報告 各種各樣的研究 很多 那個結果出來呢 南遠北側 結果出來南遠北側 有些講說車諾比爾殺死了幾十萬人 各種各樣的數字都有 然後你去看它的內容 還講的都是言之有理 其實講穿了 就這兩條線 OK 你怎麼樣去看 你怎麼樣去估算這個 你怎麼樣去估算這個東西 你怎麼樣估算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個 這個是後來我前幾天 我就在網路上找的一些 找的一些資料 那我們講 事情發生之後 有6100位來自蘇惡的 緊急救援的工作人員 有499人 5人呢 於1991年到1998年之間死亡 OK 聯合國特別成立的 專家團的估算呢 其中有216人的死因 與輻射劑量有關 OK 另估計這個群體中約有30人 會因輻射劑量而罹患血癌 意思講說這裡面除了死掉這些人之外 還有30個人會罹患血癌 換句話講 這群工作人員因輻射的劑量 體外平均劑量為107毫希佛 而死亡的人占死亡人數的4.6% OK 那這都是估算來的 你不知道他為什麼得癌症 我們只是這樣子認為 他跟輻射劑量有關 然後1992到2000年之間呢 白俄羅斯 俄羅斯 烏克蘭呢 共有4000個小孩與青少年 得了這個甲狀腺癌 那這個白俄羅斯的甲狀腺癌的患者 是1152個人中呢 他的治癒的比例呢 是98.8% 根據我們現在的 輻射健康風險模式估算 就是我剛剛給你看的那條curve 那這些人之中呢 會有2200個額外的癌症病例 在135000被撤離的居民之中呢 會有160個額外的癌症病例 那2027萬呢 居住在一個高輻射 但是呢某種程度上還是在 有人在裡面住的裡面呢 會有1600個額外癌症死亡病例 所以受影響最大的60萬人當中 約有4000個額外的癌症病例 遠低於其他因素 所造成之癌症 那如果以更大的範圍 600萬人來算的話 大概會有5000個額外的癌症病例 那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在車諾比爾發生到現在 大概是20幾年 越累積越多 越累積越多 所以你大概隔一陣子再去看 它就會有一些新的資訊出來 可是截至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什麼 對於保健物理上來講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意外的事情發生 就是說讓人覺得說好像過去 所不知道的事情發生 好 這邊我們介紹了一下 大概介紹了一下它所造成的影響 我們還沒有再講一個它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它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好 這裡各位可能有些 有些同學聽起來會比較吃力一點 好 那我想你們就試試看 看能不能了解 好 OK 好 那我們車諾比爾電廠使用的 叫做熱宗子反應器 好 它功率的高低呢 跟熱宗子的數目成正比 好 跟熱宗子的數目成正比 然後核分裂反應產生的中指為快中指 那快中指與緩和劑碰撞 減速成熱宗子 好 那快中指在減速過程之中呢 需經過一個所謂的共振吸收區 給各位看一下 什麼叫這是我核分裂 反應所放出來的中指的速度的分佈 OK 好 那我因為是熱宗子 所以我絕大部分的核分裂反應呢 是在這裡發生 所以我必須把那個中指的速度讓它放慢 所以我靠什麼呢 我靠它跟所謂的緩和劑 或者減速劑是做碰撞 碰撞之後呢 它就下來了 就到這個區域 再做反應 再做反應 這大概有個了解中指能量的一個分佈 那下面就很重要了 下面就很重要 好 好 這是我中指會發生一個反應的一個機率 我們稱它為反應截面 你可以看它一個機率 所以你會發現 當我中指的能量很高的時候 我發生反應的機會不大 當我中指能量逐漸降低的時候呢 我有越來越大的機會會發生反應 那其中呢 低到某一個地區的時候呢 它會出來一些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行為呢 我們術語上叫做共振 resonance 為什麼叫resonance呢 意思講說 我中指的能量 如果是這些能量的話 它特別容易被吸收 要不要想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種能量特別容易被吸收 這邊有沒有物理系的 各位都知道 我的中指 在我的原子和你 是不是固定不動的 不是 它在軌道上運動 對不對 所以這個軌道是一層一層的 所以我的中指撞進來的時候 它所攜帶的能量 跟它軌道之間的能量差 正好密合 正好相近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被吸收 如果跟軌道之間的能量差 不相近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吸收 所以這個能量 跟它的軌道能量差 很接近的時候就被吸收 所以這個叫做共振吸收區 所以我的中指 我產生了快中指在這邊 我要變成慢中指的時候 我要通過我的共振吸收區 我們這中指減速是不是連續的 不是 它是怎麼樣呢 撞一次降低 撞一次降低 所以它是非連續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什麼呢 你可以想像一個小孩 他要從左邊跑到右邊去 OK 左邊是快中指區 右邊是慢中指區 然後快中指區跟慢中指區之間 有很多的勾 所以那小孩用跳的 這個意思 用跳的 如果你這兩次跳躍之間 正好沒有那個勾 你就跳過去了 對不對 如果你跳完之後 你的距離正好很不幸就跳到那勾裡面 你就再見了 OK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提供了一個障礙 讓這個熱中指不能夠順利的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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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慢中指 你在想 這個小孩 這個中指一次跳躍可以跳躍多遠 如果我是用水 用水來當做這個 當做這個減速劑 用水裡面的氫 氫氣 來跟這個中指碰撞 它一次就可以整個跳過去 因為它一次減速就全部下去了 對不對 如果我用Graphy 每一次減速的量會怎麼樣 比較小 所以它在中間有更多的機會 會被它吸收 會被它吸收 我想這是一個概念性的一個東西 好 那我們仔細的來看 這個我把這個坐標換了一下 這橫坐標是吸收截面 最重要的是能量 所以我們就看到有一些共振吸收區 有一些共振吸收區 就是說我的中指的能量 正好跟這共振吸收區的能量 搭配的時候 我就容易被吸收 我就容易被吸收 所以如果我被它吸收之後呢 我被它吸收之後呢 我就不會再變成慢中指 好再來 當反應爐心 當反應器的爐心送到干擾 核分裂速率加快 受到一個干擾 核分裂速率加快 功率上升 那燃料溫度上升 好 這個時候呢 會產生一個效應呢 叫做都普勒效應 什麼叫都普勒效應 都普勒效應 都普勒效應就是 相對速度改變的時候 會改變你的頻率 相對速度改變的時候 會改變你的頻率 所以我們在說什麼呢 我們在說什麼 這是一個peak 這是一個peak OK 那這是我一個resonance的一個peak 當我溫度上升的時候 都普勒效應會造成什麼呢 會造成我的peak的高度下降 但是我的寬度怎麼樣 變寬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小孩子 在跳的時候呢 那勾怎麼樣 變寬了 那勾的深度怎麼樣 變短了 他是小孩子 所以他可能反正已經夠深了 他反正出不來了 所以重點是什麼 他變寬了 他變寬了 所以當我燃料 當我這個爐子發生一個戰態 我的中脂變多了 我中脂變多之後呢 我的核分裂反應變多了 核分裂反應變多之後 我產生的熱量變多了 所以我燃料的溫度上升了 OK 我燃料溫度上升了 可是這個時候呢 我燃料溫度上升 會使產生了一個都普勒的效應 會吸收更多的中脂 所以怎麼樣 你把那個中脂上升的幅度怎麼樣 抵消掉了 抵消掉了 所以我們這個稱為燃料的回饋效應 是個負值 燃料回饋的效應呢 是一個負值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什麼叫回饋 就是說 我有一個輸入 我有一個輸出 OK 那我系統呢 會產生一個 我這輸入在我的系統裡 會產生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會干擾到我的輸入 會干擾到我的輸入 這個叫回饋 這邊如果有機械系同學 應該學過一門叫做控制 OK 我知道 控制這門課大概三個系在開 我們系 然後機械系 然後可能 電機系會開 電機系會開 所以這是一個回饋 那這個回饋回來 會干擾到你的輸入 OK 所以你現在想 我在講什麼 如果這個回饋 會放大我的輸入 OK 那我的輸出會怎麼樣 更大 OK 如果我的輸出 受到一個干擾 我的輸入受到一個干擾 受到一個外來的一個干擾 經過這系統之後會放大 我那干擾會怎麼樣 越來越大 對不對 那我如果這個回過來之後 我會把我的干擾給抵消掉 我的輸出會維持穩定 所以這個叫回饋 這也是我們講的feedback feedback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講 就是說 我反應器 在運轉的時候 如果我受到一個干擾 什麼干擾 就像剛剛那運轉人員 按個按鈕下去 我的水流量改變了 一個干擾 這干擾進來之後呢 讓我的 讓我的這個 中指數目增加了 我的功率增加了 我產生的熱增加了 我燃料的溫度上升了 燃料溫度上升之後 我產生一個效果 我會吸收掉一些中指 所以我就把那干擾怎麼樣 給抵消掉 這很棒 那這個回饋呢 叫做負值 核燃料一定有這個負值 隨便你玩這核燃料 它一定有這個負值 可是問題不在那 問題在哪 核燃料外面還有一堆東西叫什麼 叫石墨 那石墨裡面還有一堆東西 還有冷卻水在那邊通過 所以我們講的燃料的回饋 一定是負的 那再來呢 石墨水冷反應器 石墨為反而計 普通水為冷卻計 當反應爐的功率上升 石墨的密度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水的密度 會為吸收較多的熱 而有大幅度的改變 故整體來講 吸收效應大於減速效應 會造成核分裂樹粒的加速 我的爐子裡面本來有很多水 水會吸收中脂 可是我功率一上升 我水的密度怎麼樣 變小 所以我會佔比較 我那個爐子裡面 我只能容納那麼多體積的水 所以當我水的密度變小了 OK 所以我那個爐子裡面 能夠容納的水的量怎麼樣 變少了 所以吸收中脂的量就變少了 那些東西 如果中脂不被水吸收 會被什麼吸收 會被燃料吸收 OK 所以這裡有一個回饋有一個正值 回饋有一個正值 所以問題是說 這個的正值 加上這個負值 到最後是正的還是負的 如果這個的正值 加上這個負值的結果是負的 沒事 這反應爐是穩定的 如果這個正值 超過了這個負值的絕對值 就加起來是什麼 是正的 這反應爐不穩定 OK 這反應爐不穩定 所以在低功率運轉 我強調在低功率運轉 石墨水冷器 反應器的燃料 與緩和劑回饋的效應的總和 是正值 是正值呢 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效果呢 所以我如果是一個負回饋的特性 我是一個負回饋的特性 我好像把一個球 擺在一個拋物線的底端 所以我把這球呢 往右邊推一點 它會怎麼樣 它會回來 往左邊推一點 它也會回來 那我是一個正回饋 好像什麼 我擺在一個拋物線的一個頂端 我往右邊推一點 怎麼樣 它會跑掉 往左邊推一點 它也會跑掉 所以一個正回饋的系統 它是一個不穩定的系統 那車諾比爾這電廠呢 它就是一個在低功率運轉 燃料棒小於某一定量的時候 它是一個正回饋 結果那一群運轉人員 就把反應爐擺在那個狀態之下 擺在那個 擺在那個狀態之下 所以造成了它的一個後果 那大家會問 那我們用的清水式反應器是什麼 我們清水式反應器 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緩和計是什麼 是水 我們冷卻計是什麼 是水 所以當我水的密度變小之後 會造成什麼後果 水的密度變小 我中指去碰撞那些輕的分子 減速的機會怎麼樣 也變小 所以我中指被減速的機會也變小 所以是兩個效果在競爭 一個效果呢 就是我被吸收的效應 還有一個是減速的效應 所以對我清水式反應器而言 燃料的回饋是負的 OK 那緩和計的回饋呢 也是負的 所以兩個負的加在一起 不可能變成正的 OK 永遠不可能變成正的 所以清水式反應器 在那個上面來講呢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穩定的一個 穩定的一個 一個組合 是一個 是一個穩定的一個 一個組合 所以我們從來不擔心 清水式反應器 它會發生像 車諾比爾這樣的一個 災變 我不曉得跟各位提過沒有 大家常常會覺得 我們這群學工程的 都是事後諸葛亮 什麼叫事後諸葛亮呢 就是人家出事了 然後我就拿出紙來跟你算 我的不會 OK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那個事情 我現在知道它有那個事 但那個事情不會發生在我這 聽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車諾比爾這種反應器 它會發生這樣的事故 那請問一下 是已經發生之後我們才說的 還是事先就知道 我想講一件事情 我不曉得跟各位提過沒有 我到美國念書是1981年 OK 考資格考 都要考試 OK 我們考資格考的時候 那是我考資格考1982年 這套理論 就這套理論 OK 你要是搞不清楚的話 你根本不要去考資格考 你根本就不要去考 因為你會被問的問題是說 當你要設計一個反應器的時候 你最先要避免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要避免這種事情 因為這種反應器是沒辦法控制的 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OK 你最先要避免的事情 就是類似這種事情 這是一個 我覺得對一些和工而言 是一個common sense 是一個基本常識 你不能碰這種事 你設計一個反應器的時候 絕對不能有它這種事情來發生 那各位可能會問說 那蘇爾人是笨蛋嗎 他為什麼要使用這種反應器 我看有一張投影片 OK 那我們看 事故發生的原因 基本上它是一個設計不當 包括反應度空炮回饋為正值 這是我剛剛講的這個moderator 跟coolant的關係 然後控制棒設計的缺陷 然後這些運轉人員沒有修過和工原理 不開玩笑 真的他就是少修一門課 他如果修過一些和工原理這些東西 基本上是一個basic的一個概念 然後運轉人員 嚴重的違反的運轉規範 將反應器置於低功率的狀態 必將控制棒抽出超越下值 OK 所以真正發生的原因 如果你要講說 你要問我 我會說發生的原因是設計失當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再加上運轉人員違反運轉規範 嚴重的違反運轉規範 其實有些事情很好玩 如果老美用這種反應器 它會設計一種裝 不要說老美 西方世界會設計一個裝置 是什麼呢 我控制棒抽出超出下限值 對不對 它會設計一個裝置是什麼 當你抽出超過下限值的時候 所有控制棒會自己進去 自動裝置 就自己進去 你就不可能超過了 對不對 那蘇二那時候就這個問題 蘇二在IAEA那個人是回答是說 當我們跟一個人講他不准做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做 各位同意是 西方世界是比較相信人會犯錯的 所以他會用一些機械裝置 去來避免人犯錯時 會造成更大的影響 那蘇二會認為說 你犯錯的話 我就送你到西伯利亞 所以你應該是比較乖的 你不會不聽話的 所以他們很多設計都是這樣子 他認為我已經考慮過 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做 他就算考慮了 所以這個事情也是 也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反應器 處於一個非常態的運轉 這就是我前面講的 它的實驗程序 未經核能專業的核可 他製造的東西 一定沒有經過核工的人核可 因為核工的人核可的時候 一定會寫下來說 你要注意什麼事 當然 最主要的問題是出在哪 出在那個 他們坐在控制室 你等了九個小時 沒事幹 OK 然後開始做的時候 做得太急了 所以一些爐子 它本身特質的改變 造成了這些事情 OK 我想這是事情發生的原因 那蘇聯當初為何會選用 這一類型反應器的理由 還建的不少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 還建的真不少 蘇聯為何當初會選擇 第一 這一類型的反應器 使用石墨當作緩和劑 因此有較多的中子 可以在U238的中子共振區被吸收 可以產生較多的布239 可以製造核武器 美國有一台 美國也有好幾台這種反應爐 一模一樣的設計 觀念是一樣的 其中有一台在1987年的2月 停止運轉 美國那個在Washington State 專門生產布的 美國也有 因為這種反應爐 最好就是用來生產原子彈的材料 這型反應器可以在運轉之中 抽換燃料 無需停機 可以使U238的生產更有效 應該講U239 U239的效率生產更有效率 然後呢 還有一個原因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蘇聯還沒有能力與技術 製造那個清水式反應器 所需要那個大型的壓力槽 它還沒有能力製造 所以呢 而這種反應器呢 它只需要壓力管 OK 它只需要壓力管 因此呢 比較適合蘇聯那時候的技術水準 這是蘇二當初 這是蘇二當初 這個用這種反應器的一個 用這種反應器的一個 一個原因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後面 後續措施 蘇二到IEA交代的時候 它還有20幾台在運轉 現在還有 現在還有 我等一下給各位看一張表 現在還有 那如果我們剛剛批評它那麼多 它不能老是把人說 我送你到西伯利亞就會聽話 對不對 所以它也做了很多的 它也做了很多的 很多的改善 譬如講說 它要降低那個正空炮回饋的一個 一個影響 所以它要提高它的右濃縮度 然後可以降低它的 降低它的影響 它在裡面呢 加了額外中止吸收的物質呢 以防止反應器運轉移低功率 然後呢 它這個 這個手動的控制棒呢 提高為這個 就是說 完全就從爐心設計的角度呢 讓它feedback變得更小 更好 OK 然後它的控制棒呢 也重新的設計 急停的時間 就控制棒插進去的時間 然後呢 它也這個 把救援系統上面建了一些保護裝置 這是它後來做了一些改善 後來做了一些改善 那 給各位看這個 這是我昨天 在網站上收集的資料 這是全世界 從過去到現在 所有蓋過的 這一類型的反應器 有多少台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主要蓋在三個國家 立陶宛 OK 烏克蘭 還有蘇俄 當然 現在呢 立陶宛跟烏克蘭呢 都獨立了 都獨立了 所以 某種程度上呢 他們自己做決定的話 那在立陶宛呢 這個 有一台機組商轉 1983年商轉 在2004年呢 停機了 所謂停機就停止運轉 就不再用了 那還有一台1987年 車諾比爾事故之後 才建好的 然後呢 在2009年12月停機了 永久停機 然後在車諾比爾 在烏克蘭 那邊有六台機組 有兩台根本沒建好 就沒在建 那你可以看出來 原來這種機組大小是1000 現在列都列925 為什麼 把功率降低了 然後呢 剩下的 車諾比爾4號機 1986年損毀 然後剩下的三部機 最後一部一直用到2000年 才停掉 車諾比爾事故之後14年 這反應器還在用 你說他們在玩命 因為已經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了 對不對 你怎麼還敢用 為什麼還敢用 沒有別的選擇 OK 你不用 你國家能源的問題不能解決 你國家能源的問題不能解決 然後你看 2000年停一步 1996年停一步 1991年停一步 1991年那部為什麼停掉呢 又出了一件事情 沒有鬧大 機器毀掉了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就停掉了 所以這是車諾比爾的情形 那全世界在輸二11台 還在轉 還在轉 OK 最後一台 最後一台轉到什麼時候 2026 OK 2026 然後呢都轉30幾年 你看 1976到2021的話是多少年 45年 45年 這是他們的規劃 45年 然後1979轉到2024 都轉45年 這還是現在的數字 那我那前幾天在網路上看資料 舒爾還準備把這11台怎麼樣 研溢 OK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已經改善得差不多了 應該不會再有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 其他的問題了 你看那個這個電廠 最後一台在 在這個 1990年才上來 1990年才上來 我想這是機組的 這是車諾比爾這一型機組的一個 一個狀態 好 結語 那蘇聯這個車諾比爾 這個核能電廠災變之中呢 我有大量的放射線物質 至損毀的反應器外事 污染了廣大的土地 也使眾多的民眾暴露到遠較背景 背景輻射為高的環境 雖然到目前為止 因為車諾比爾傷害而死亡的人數 真的抵不過一次飛機失事所造成的傷亡 也抵不過南韓大邱 記得嗎 我給各位看過那個瓦斯爆炸 一口氣上來就上百人 但蘇聯政府呢必須疏散與安置眾多的難民 為困頓的經濟與財政呢 帶來了更沉重的負擔 居住在污染區與靜置區的民眾 更長期生活在輻射的陰影之中 這種心理上的傷害呢 可能更強過生理上的實質傷害 這是對的 其實以輻島事件來講 真的它的那個輻射的 對傷害不是來自於對輻射 而是來自於對輻射的恐懼 那從任何角度來說 類似車諾比爾災變的核能電廠事故呢 都絕對無法接受 是沒辦法接受 它最不能接受的原因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 運轉人員在做一些事情 它一個鈕按下去 等它知道事情完蛋了 OK 會出事幾秒 30秒就再見了 它有沒有機會做任何的搶救 有沒有機會說 OK 我來灌水 我來幹嘛 完全沒有機會 完全沒有機會 那這一種類型的事故 這種類型的事故 類似車諾比爾災變的核能電廠 是這個事故 是不可能發生在清水式反應器 為什麼 事故的類別不一樣 車諾比爾這種事故呢 我們稱它為反應度的事故 reactivity accident 或者我們稱它為 nuclear excursion 就是功率在短時間內 大幅度的提升 那清水式反應器的安全顧慮呢 是反應器內的衰變熱 無法持續的移除 造成反應器爐心的容損 那這種因熱移除發生問題 所導致的事故呢 需要一段時間的惡化 才會造成爐心的容損 那即使爐心已經容損 只要核電廠為主體保持完整 放射性物質 就不會釋放到外界環境 OK 那這後面的事情是什麼呢 三里島 我後面講的是三里島 那很不幸福島呢 就比三里島更嚴重一點 是什麼呢 它的微主體壞了 所以我課程 我會再加一段談福島 福島發生了什麼事 好 那這是車諾比爾的事情呢 我整理的這些資料呢 給各位做一些說明 還有十分鐘 談到現在都沒跟各位問問 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什麼事情想要了解的 或者看到什麼報導 需要求證的 有沒有 有沒有人看過一些網路上的 或者自己收集資訊 談到車諾比爾的事情 其實呢 各位如果看一些對 一些對核能有不同看法人的一些資料 他會放一些照片 那最常看到的一張照片 我印象所及一張照片呢 是一個運轉人員的像 那運轉人員頭髮全部都掉了 OK 那個運轉人員應該已經掛掉了 就照那種照那種相片 還有呢 照什麼呢 就照那個 各位在網站上應該可以找到蠻多的 照那個遺傳效應 就生出來奇形的動物 奇形的動物 這些東西 來談這個輻射 對人類的危害 就是我前面講的 就是輻射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是在自然界之中就存在的一個事情 那接受之後呢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一些科學上的分析 我們可以做一些很多的臨床的調查 我們可以了解蠻多的事情 但是某種程度上呢 我們可能就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 把這條克服 給各位做一個 就這條克服 OK 那我們這些做法規的人 我們這些做輻射的人 在看待這條克服的時候 所有人問你一個問題 請問有沒有安全值 輻射有沒有給我一個量 告訴我 只要比它低 我就不會受到影響 有沒有 沒有 根據這條克服 只要有輻射就有影響 對不對 只要任何多加一點輻射 根據這條克服 你得癌症的機會就會增加 然後我們學這些學科學的人 你去看 一些學 我們講大腸菌好不好 講大腸菌 各位知道 每年到過年或者中秋節 或者端午節的時候 衛生機構都會去檢查大腸菌 他檢查結果會怎麼說 合乎標準 他會不會跟你講有幾個 不會 他會不會跟你講是0 不會 為什麼不會是0 因為不是0 對不對 他一定有 那我們在做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OK 我們一定會告訴你說它有多少 一定會告訴你它有多少 那人家問說 請問一下這代表什麼 那一定會講說 按照我們的模式 它代表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聽的人會怎麼想 OK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有的時候就是 就是我們在談輻射 有的時候這是一個 我們天生上的一個 一個受到的一些限制 受到一些限制 這個還好辦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低頻 這個我們叫高頻輻射 還有低頻輻射更討厭 各位知道什麼叫低頻 60Hz 我不曉得有沒有跟你各位提過 各位平常接觸低頻最多是什麼 手機 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們不提手機的話 頻率最低的是什麼 60Hz 對不對 想想看你日常生活 什麼時候你接觸到低頻輻射 電磁場最多的 女孩子比男孩子多 吹風機 吹風機 吹風機一開的時候 吹風機還有很大瓦特的 各位都知道 那個很大一個 當一開 你吹的時候 那個電磁波子很強的 然後我常常在懷疑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去量過 各位都去做頭髮有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去量過 那個磁場是多強 那個磁場是多強 可是 你知道嗎 我們每一棟建築 我們每一棟建築都有 都有變壓器 我們每一棟建築都有變壓器 學校過來11.4 學校送過來11.4 我們將來會變成22.8 然後你這邊用的是多少 220 110 對不對 所以幾乎每一棟建築裡面都有 都有變壓器 然後那變壓器旁邊一定有教室 擺地下室的話上面一定有 所以這是一個生活上的 生活上的一個必需品 那你說有沒有安全標準 有 我們的安全標準 台電是833毫高濕 各位知道高濕是磁場的標準 833毫高濕 OK 那如果你現在在這邊量完是8 所以是標準的1% 你會不會擔心 那你說我隔壁那個人只有2 我比他高4 所以呢 我會比較擔心 這種就是牽涉到一個人的 對一些風險的一些概念 對一些風險的一些概念 OK 我想今天我們就談到這 因為也沒有辦法再談下一個 下一個 我想下一個跟各位談三里島 好 談完三里島 我再跟各位談這個日本的福島 好不好 再談日本的福島 那三里島距離現在1979年到現在已經30幾年了 那類似三里島的事故呢 基本上是沒有再發生過 沒有再發生過 那我們在下一次談的時候會把三里島的東西呢 跟各位跟這個車諾比爾做一個比較 OK 好 我們今天上課送到這